恒情能够非常有效补足了澳门的一些生产诱素的一些我们所挑战 这个连接我们看得到是澳门平台、国资资源、恒情空间、成果共享 这个是一个我们很顺势而为的事情 而且你看到现在的我们澳西北上的政策 其实看到了两地这种融合的交流 我们所说的这个是粤澳的融合 其实变得更加明显、更加紧密了 在恒情创业的澳门青年郑义伟告诉记者 如今来恒情追梦的年轻面孔越来越多了 生活、交通也更便捷 自2021年恒情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以来 秦澳融合程度不断加深 在恒情、澳门青年研创科技、掌舵企业 澳门老人惬意生活、安详晚年 近日中兴社记者跟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集中采访团走进合作区 探究澳门居民恒情生活攻略 2019年,郑义伟从澳门的公司离职 来到恒情注册公司 2020年底,他成立了AHA港澳青年孵化中心 郑义伟说,以创业带动创业 这是他创办孵化中心的初衷 不到三年的时间,该中心累计服务企业已超过200家 我自治作为一个安门的青年来走过整个创业的道路 其实我们遇到问题,看到的情况其实会更加深刻 一个人走可能可以走得很快 但是一群人走可以走得更深,走得更远 所以说其实我觉得我们商务之间的发展是共同的 就是以创业,带动创业这种的心态来举办这个孵化中心 融合发展,交通先行 今年9月,恒情口岸二期工程客货车联合一站时部分查验通道启动试运行 车辆通关时间缩短至不到两分钟 极大便利了双程生活的居民 其实我住在澳门,然后在恒情工作,然后其实都是往返的 然后呢,其实我从点到点的话 我包括通关时间,我大概就有20分钟就能够到达了 因为恒情的口岸是24小时通关了 其实两地已经自由边界流通了 珠海澳大科技研究院是澳门大学在粤港澳大湾区的首个产学研基地 澳门大学的不少科研成果在这里实现商业转化 朱研院代院长陈国凯表示 智慧城市、先进材料、中医药、大健康等澳门的优势学科 都能在这里获得广阔的发展空间 朱研院的平台也能帮助澳门大学提升研究效率 有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就比如说我们要拿到这个病人的样品 其实在澳门要拿到大陆的样品是相当相当困难的 因为它要有过海关这一步 然后接着要做各方面报备 但是我们到了朱研院这边来做研究 它就不存在这么一个问题 我们在这边 如果企业和学校有医院去做一个联合实验室 它可以在一周之内启动 然后两周到三周 一气到位人到位 这个是如果我们所有的工作都只能在澳门做 是做不到的 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是恒情发展的一个很好的模式 陈伟良是一名澳门的注册社工 2019年他所在的澳门接防会联合总会广东办事处在恒情设点 从此他也在恒情扎了根 陈伟良介绍澳门是个社团社会 澳门人习惯在社团中生活 他们在服务中心交朋友 共同参与活动 这是一个两地文化深度融合的过程 很多的澳门居民他们都有参与在社团里面 所以他们来到湾区的时候 想了解某一方面的问题的时候 他们会找一个他们信任 他们认可的一个单位去做一个咨询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澳门的社团就会发挥它的借用 据我们的了解其实就是来这里吃饭的人家 他并不是因为这个饭很便宜 他们最主要是一个社交上的一个需求 才过来这边吃饭 因为这边有朋友在这边 然后也可以在这里参与活动 礼发 吃饭 做香囊 走进澳门接防总会广东办事处恒情综合服务中心 到处是欢声笑语 各地方言 萦绕耳畔 仿佛一个大家庭 63岁的梁爱花在澳门退休后 搬到恒情生活已有三年 经常到中心做义工的她 是这里的熟面孔 周围人都爱叫她花姐 接受记者采访时 她刚刚熟练地帮一位老人理完发 我感觉 集发总会都经常帮助我们的老人家 所以我可以的话 我要奉献出来 我也可以帮到人 所以我要学 那个预解 然后我学会了 我要帮助老人家 那我也开心 她有个平台 给我们认识了很多朋友 好像这里 我们都认识了很多人 还有很多活动 采访当天 正式服务中心成立四周年 用简体字 繁体字 书写的祝福贺卡 挂满墙面 四岁生日快乐 祝秦奥越来越好